迎接中秋三天廉假 还有接下来四天国庆廉假 台中捐血中心为了冲刺捐血量 跟大理间钓虾场合作 只要捐血500cc就送一斤活的泰国虾 钓虾场业者为此还砸下了12万 准备限量250斤的泰国虾响应 果然成功刺激了民众捐血的意愿 活动9点半开始 有人一早7点多就去排队 明明是上班日 这里去聚集的大批民众 这可不是什么餐厅或是在卖月饼 而是捐血站 捐血500cc就送你一斤活跳跳的泰国虾 现在虾股我们刚过一天 顶到这个虾股觉得很划算 好划算 捐血换泰国虾 有人呼朋引伴 有人是固定时间捐血 看到赠品来响应活动9点半开始 专程起个大早来排队 7点多送泰国虾 感觉很棒 因为送很好 要顺便捐血帮助人这样 刚好要烤肉 顺便拿回去烤一烤这样 中秋烤肉多了泰国虾可以加菜 让很多民众跃跃欲试 万寿捐热血 这是台中捐血中心举办的捐血活动 赞助的是带了一间吊虾场 自发性帮忙 砸了超过10万元送泰国虾 办了第一次然后就有了第二次 这次是第四次了 邀约一下好朋友一起出资 市价差不多11月2万 A型跟O型的库存量比较低 大概是5天左右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达到 7天以上的安全库存量 台中捐血中心统计 目前血库存量还有6天 其中又以A型和O型血最缺 由于接下来除了3天中秋廉价 还有4天的国庆廉价 寄出国虾赠品提前充血量 以备不时之需 接下来我们上次台中捐血